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大家聖誕快樂,吃聖誕大餐 每年的聖誕大餐都是自己煮 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出外吃聖誕大餐 年輕人節日當然是年輕人渣身 兒子著重環境好,要好坐 這裏真是多好坐的一間餐廳 今天去了尤麻地一間四星酒店,城景國際 一入酒店就會見到一間叫Amazing的餐廳 食泰菜放題 現在站在這個位置就是窩打路道 酒店的斜對面就是尤麻地救護站 但是酒店的入口就是東方街 乘港鐵油麻地站A2出口走壁街 轉入東方街 大概走三分鐘左右就會到東方街的一半 就是酒店的入口 Amazing餐廳正正在大堂 餐廳給人感覺很舒服 配合大堂的綠色圓景設計都很清新 卡位闊落,桌與桌之間也有距離 不會覺得很迫,服務也很好 招呼我們就說食放題 要坐比卡位更闊落的四人桌 整體真的坐得很舒服 招呼好 你知道我逢到必早 趁沒什麼人拍攝環境 又坐下又拍攝自己 那兒子和媳婦未到 我就先剪定一些放題 放題分五大類 第一類是前菜和沙律 第二類是沙爹和串燒和板燒 第三類是咖喱 第四類是小炒和主菜 最後就是飯麵類 你知道我一向都是談慢辦那隻 要吃好要吃熱 我們這些年紀 又不喜歡和食物死過的 不會有那麼多吃那麼多那隻 我要慢慢品嘗 要吃到油鹽至得那隻 那我畫紙仔也不算畫得少 我點了八樣東西 想想 都是加到十樣 我都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那我叫了什麼呢 蝦刺身 蝦餅 山菜包 豚肉 有紫大蝦 沙律 燒蝦 燒羊安仔 燒菠蘿 椰汁 青咖喱 雞 海南雞飯 你知道我是雞蟲 那最後呢 就叫了一個熱辣辣的河粉 叫了一個船河 除了放提 就有自助式的 就放在外面自己拿的 就有一個冬蔭公湯 有一個羹 這個是碗仔翅 這個是泰式的嗎 另外又有自助的 就有些小甜品 有七款 衛生程度就算是這樣 不錯 樣樣都蓋好 一開始我們四個人 都是出去煮碗熱辣辣的 冬蔭公湯 可能我們第一台客出去煮 就有很多材料 裡面有大蝦 草菇 蕃茄 蝦都是很大隻 不過就是雪藏蝦 上菜速度 真是比火箭 湯都沒喝完 蝦刺身上 刺身就不用我說了 你看到顏色 你都知道是雪蝦 那多少錢一位呢 一會兒告訴你 飲品就要零費 小孩就點了一杯啤酒 跟著 船河和柚子沙律 船河要快點吃 趁熱 不過就不是太熱 一般熱度 船河 又不是太像船河 沒什麼泰式的味道 至於味道 好像沒什麼味道 泰式柚子沙律 不太覺得 在吃泰式柚子沙律 在吃一堆柚子水 但又不是很好吃的柚子 其他的材料 也有蝦 那些 大塊薯床蝦 又是 哇 那些菜式的聲音 我只是點了蝦餅 為什麼有春卷 有香葉包雞 還要這麼大碟 原來是兒子家的 他說放題餐廳很壞 轉頭就什麼都沒有了 先叫了 然後就連泰式鳳酒也想賣了 哇 為什麼樣樣都這麼大碟 兒子說我全部剔了一 然後魚爐 這個是四個人送的 又想賣了 你真是不要以為我做片做得快 他是上得快 我做片 我做片都要剪片 他連煮都不用煮 不斷拿出來 然後豬手 一下又是這麼大碟 然後就海南雞飯 咖哩牛筋 腩青咖哩雞 粉絲蝦煲 串燒都離開 你看看 兩張四方的桌子拍了 就來放滿了 如果喜歡放到整桌都是食物的 你就會很開心 不過我不開心 我喜歡吃熱的東西 就很冷了 那些菜是會繼續來 接著就是燒魚 沒有訂單 一人一塊 先夾去親熱吃 生菜包 豚肉都離開 真的快到我拍到這裡 才知道有個青檸魷魚都上了 我都趕不及拍 接著就是燒羊仔鞍 接著就是燒蝦 非常搞笑 你留意一下 全部都用手拿著來拍 沒有訂單 還要趕快一人拿一隻蝦 一塊羊仔鞍 放在一隻碗裡 補拍青檸魷魚 整餐飯就是這個魷魚 和山菜包 豚肉有少許多的泰味之外 其他其他所有的菜 都不太找到泰國的味道 接著陸續有來 燒菠蘿 雞扒 雖然我只是雞蟲 不至於雞扒也會用 嘩 不止 豬扒也用了 這個豬頸肉也用了 香蘭葉包雞 都不知道翻炸過多少次 嚇一嚇 粉絲蝦煲 粉絲就煮得挺好吃 蝦就超大隻 不過不用再形容蝦了 其實我要求就不太高 不要用雪蝦 用神仙蝦 蝦都可以吃得下肚子 煮粉絲煲 又不用用這麼大隻蝦 用神仙的中蝦都可以 起碼不會像現在 這麼大隻蝦都沒有人看 現在大致略略說一下味道 蝦餅OK 春捲好吃 鳳爪的酸甜味再濃一點 這樣就好了 魚爐的烏頭 起碼沒有泥味 有香味的肉 不過爐太小火了 白燒極條魚都不熱 豬手就沒有什麼味 海南雞 唉 來這裡不要叫雞 鳳雞也不要叫 咖喱牛筋腩煲 是好吃的 熱一點就好了 青咖喱雞都好吃 又是熱一點就好了 串燒一般 魚有魚味 今次是魚沒有魚味 在這個山菜包 我幾乎整個包辦 因為有菜食 加上肉也炒得挺香 整餐飯自讚的 就是這幾塊熱燒 羊仔鞍 還有幾塊燒 鮮菠蘿 蝦就不用說了 全部的蝦都是雪蝦 食而不知其味 雞扒 就是叫牛扒 沒有來到 就換了雞扒給我們 豬頸肉 就很難做得不好吃 而是冷了 這裡的環境 就真的 是挺不錯的 我早到 就見到 都好幾台客 有五六七台客 就在這裡喝下午茶 很寧靜 很舒服 晚餐 我也都見到 一大盆人 就叫散點 而放體 一來 我們就一下子叫太多 冷了就沒有那麼好吃 如果叫慢一點 我相信會好很多 吃慢一點 又不用浪費 最後就吃甜品 七款甜品 裡面有兩款 我看見的樣子 都不想鬥 有兩款 就是不太新鮮 拿回來 都不太好吃 有三款 在另外一個盆 整盆 就應該是新鮮 這三款就好吃 說到這裡 就要結帳了 大家心目中 對這個放題 有沒有想過多少錢呢 地點交通方便 是人都可以去到的地點 我想對於大衛王的年輕人 又或者要求不是太高的 又或者想在酒店找個好坐的地方 這裡就比較適合 一千三百五十二 除開四個人 就是三百三十八 之後九折 即是三百零四元一位 飲品另計 啤酒就七十八 再加一 我們就是星期六晚來的 如果平時 算我所知 好像還有再便宜一點 如果你說這個餐 我給評價 只要煮得好吃一點 說真的 雪蝦又不梅又不粗 雪蝦都可以煮得好吃很多 而且種類這麼多 都挺豐富的 我們這些老鬼 左彈右彈 年輕人 只要一放入口 不要令人失望 就可以了 再加一個大小ainen 然後再加一個小朋友 更新的大小朋友 再加一個小朋友 那我也會想要 吃一塊小朋友 然後去吃一口 然後再加一個小朋友 肉羊 就可以了 就先吃一口 吃